今天非常高兴您来到这边了 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这个床呢 是看起来它在躺的位置呢 是有一个凹陷的状况 那我就请你们来 因为这个气垫床呢 三年就过保护期 那我们还剩下很短的时间 大概三三四个月 所以我就去门事部 请你们来做这样一个检查 那因为经检查过或是 因为家妻姐有反应就是说 床垫可能会比较凹 那有可能会比较不平整的事情 是因为第一个 可能是床垫底下 这个床垫有比较凹 因为这个可能躺久了 它会有随着人体的姿势而做改变 所以相对于它看起来会比较不平稳 是 不平稳 那因为我刚刚有检测 就是我们的气垫床 其实是属于正常状态 是 所以它就没有产生鸣叫声或是亮迪亚灯 我们可以由机器来做判断 是 那另外再来这边 那由机器做判断是什么判断 你可以帮我们再讲一下吗 给你看一下 这判断呢 就是 如果假设是坏掉 嗯 嗯 嗯 可能还久了 等一下 嗯 嗯 要休息一下 嗯 嗯 一般正常呢 嗯 它会亮 这边有一个低压灯 会亮红灯 哦 对 然后现在目前是压力正常 是 所以就是处于正常的状态 是是 那当它亮红灯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鸣叫 那鸣叫的时候就按静音键 就按什么 静音键 静音键 然后会让那个alarm 嗯 先停止 哦 然后你再打电话 请我们过来帮你做维修 是是是 那机器后面呢 本身有一个进气孔 嗯嗯 那这个在说明书上都有写 嗯嗯 就是六个月 我们就建议六个月 嗯 做更换 这个过滤棉 六个月就要更换了 那我们已经三年没换过来了 嗯 那没有换会怎样呢 嗯 就可能出气 进气不足 就会比较弱一点 什么东西比较弱 吸进去的空气就比较少 空气比较少 会怎么样 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这个气体不足 哦 气体不足 所以这个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盖子 是 它其实都布满了灰尘 是是 那这个只要拿去洗手台 做清洗 好 就可以了 好 这三个月洗一次 这三个月洗一下这个 这个叫什么东西 过滤棉盖 过滤棉盖 对 这个是过滤棉盖 那那个滤网是六个月 那相对的就是说 如果说你常洗这个过滤棉盖的话 嗯 这个过滤棉呢 就不需要经常换 你只要看到它脏的时候再换 就是发黑色的时候再换 哦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黑色 非常黑了 对对对 所以就可以换 所以表示我们的进气是不足的 目前是足的 为什么你觉得目前是足的 既然这么黑了 而且三年是没有换的 第一个它气体 它没有产生鸣叫 哦 因为它没有产生鸣叫 对 只是就是说 因为这个要做清洗 是 对 不是说 它进气 当然相对就不会像这个这么 如果说我们清洗完毕之后 是 进气的气 气体会比较大一点 是 那因为这个堵住了 所以气体会稍微小一点 但是它还是有在运作 是 所以是属于正常 它没有产生鸣叫 那产生鸣叫是要降低到多少% 才会鸣叫 一般通常是 管条破掉 破掉才会鸣叫 破掉才会鸣叫 所以它气体不足的时候 对 是不会鸣叫的 气体不足不是不会鸣叫 只是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不足的状态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其实就还是有 因为其实还是 气还会进去 是 它还是可以产生 供气体到这边 是 那因为它是 它的压力必须在符合 32毫米拱处 所以它是达到的状态下 它就没有鸣叫 是 是 那一般通常会破管 才会造成鸣叫的可能 是 只是这个就是提醒你 每三个月要洗一下 是 如果说你三个月常洗 这个就可以不用常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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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三年没有患 没洗 然后它也不叫 对 但是就是还好 因为就是 你的管条没有破 重点是在这边 管条破了 它一定会叫 一定会叫 但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就觉得它的气体是不足的 你觉得它气体不足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它没有那么的充足 但是它没有到 那我帮你量这个 好 麻烦你 好 就好像一个人 生 在中医是看亚健康 在西医是看疾病 我觉得它是处于一个 亚健康的状态 就是说它没有到 需要维修 因为没有破 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因为西医是 你没有达到疾病的标准的时候 它是追踪的 它不做任何的事情 他说再看看 我们再追踪看看 三个月来一次 你要到了那个 那阿姨你这边看一下 是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三十啊 是 是 集中三十 一般标准 我们会在三十毫米拱柱这边 是 那它是达到的 是 然后我们调到最大 就是 一定要到 标准是在 要超过六十 所以这其实 这是在七十左右 所以这个 Range是正常 你说最大的时候 你说七十的时候 七十 这是三十公斤 三十公斤的时候 要到三十毫米拱柱 那我们是有的 对 那只要你转到 这是一百二十公斤 最大是一百二十公斤 是一百二十公斤 那只要超过六十毫米拱柱 就达标 超过六十就好 所以大概过六十左右 一点点 也都还好 都OK 都属于正常范围 所以我们已经到七十了 表示 根本就没有问题 对 对 哦 OK 所以是 所以出几粮 是是 出几粮还是住的 OK 那 所以你现在 这是 谁在使用这个 我母亲 妈妈住 她几公斤 她四十公斤 那我们转 转在这 三十到五十中间 三十到五十 这是以挺重来做调整 哦 对 三十到五十中间 OK 如果说你觉得她软的话 我们就把它调大 它就会比较硬一点 嗯哼 对 你可以 所以我们 调大一点 它会 就比较硬 相对你就 会比较挺 是 那我们把它 弄稍微挺一点 好了 因为我 你觉得她 你现在是觉得她 比较软 对 你的意思应该是 因为我觉得 我看到 她的背 是不平整的 那我在想 这是怎么样造成的 那我是觉得 是因为这个床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床呢 她睡下去 她就有一个 会会陷下去 下陷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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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 在家里睡 弹簧床 我的弹簧床 不怎么下陷的 你好的 对 对 但是气垫床本身 就要下陷 为什么 因为她是要 才能受减压 才能 才能 怎样 才能减压 才能达到减压 就是好比说我们做 如果说你有使用气垫座 嗯哼 气垫座它不可能充饱 因为你好比说 这是我们的尾椎骨 嗯哼 你硬的跟硬的 一直摩擦 它就会有 入窗的状态 嗯哼 所以它必须要达到的是软的状态 嗯哼 你要就是得符合它 包覆它 先要把它包覆住 嗯哼 让它不要去受到 其实你摸 现在我把它转大 这个 你要看感受一下 我的气体 很硬度 很硬度 嗯 诶 你摸这边 这边就是 这本身就会软的 这边 它是两碗充气 一半没有气 ok 它是软的啊 哦 你看哦 软的 硬的硬的 软的 硬的硬的 硬的硬的 软的 硬的硬的 硬的硬的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 是是是 诶 所以不是 所以你的建议是 我们通常就是 用 这个要洗 哦 ok ok 好好了解了 如果说你觉得它太软 不符合你的 我希望它的 达到它 你所要的硬度的话 你可以把它往树枝上 是是是 因为这个 就只能这样子 因为其实 我们不建议它太薄 你看这很薄 你觉得现在已经很薄了 这很薄啊 你不觉得很薄吗 这很硬啊 如果说 这样很硬 妈妈40公斤 嗯 它会比较挺起来 它不会陷下去 嗯 但因为它已经超过它的体重 哦这样 因为我们一般 假设就是 你躺上去一定会 好比说这是3.5寸高嘛 它一定会下陷到 剩4公分 最低是 最高是4公分 到 2.5公分 所以它一定是会下陷 再加上我们 臀部会比较重 就是不能避免 那没有下陷的话 其实 我就建议你不用 躺 气垫床 你就躺那个 你就买一个硬的 那个 就会很挺 很挺 但其实它不符合 人体工学 嗯哼 因为这便 因为可能 我不晓 妈妈现在的体态是怎样 因为有时候 尝照久的人 他可能会萎缩 嗯哼 那他可能会缩成像这样子 他有可能尾椎这边会比较重 所以他可能多次在这边 所以如果说你是 直接让他这样子 他可能不能把他躺平嘛 嗯哼 他可能都是缩起来的 嗯哼 那相对于他这边 尾椎这边 都会一直摩擦 一直摩擦 摩擦之后 他久了就会有入床 是这样子 因为硬的碰硬的 嗯哼 如果说他是比较soft 然后他比较 舒适的 他就不至于会 那个 这样子 那其实 使用气垫床呢 其实一般长照啊 一个小 两个小时要翻身一次 嗯哼 那使用气垫床 只是把翻身的次数减少 而不是不翻身 你不翻身 其实他的那个 施压点都在这 你没有把他翻身 他永远都还是在这 所以你要可能帮他翻个身 或是让他下床啊 走动啊 或是坐在轮椅上 把那个支撑点换一下 这样就不容易 进床 那这个等一下要洗哦 好的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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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